恭喜恭喜 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趁著還是新蒸頭 今天和大家分享這個新手北敗菜式 就是生炒糯米飯 在家裏自己做生炒糯米飯 除了油不用加太多 味道的濃淡也可以自己調教 相信看完這個幾分鐘的片 你們一定都可以做得到 有親戚朋友來家的時候 就可以大展新手了 開始啦 生炒糯米飯如果想做到粒粒分明的效果 糯米記得不用浸太久 我試過有一次忘記了浸過夜 誰知第二天一炒很快就變得很軟很難 但當然如果你想口感是軟一點的話 浸的時候相對也可以長一點 另外煮糯米飯的上湯 其實只要保留食材的水 加少許鹽糖調味已經很足夠了 大家一邊看下去可能會覺得 咦 原來自己炒糯米飯也不是太難了 是在準備食材方面 的確是要花點心思呀 而炒糯米飯的食材 就可以按照個人口味 又或者手上有什麼食材 去作出加減的 好像拍攝當日我沒有妖柱 那我用這種小圓貝其實都可以 如果不喜歡吃冬菇的 可以不加 或者加上自己喜歡吃的辣味 都可以的 有時間的話我覺得煎蛋餅 再把它切成蛋絲 加上去沙炒糯米飯 整個賣相都可以加分呀 不過做蛋絲的步驟不是必須的 如果你不喜歡吃蛋的話 可以不下的 這些水就是剛才浸鹽柱 冬菇蝦米的水來的 加些鹽糖調味就可以做上湯了 想吃些油夠熱味呢 可以加一小塊紅蔥頭或者蒜頭 見到周邊有起泡圍著 又或者聽到字字聲 這些爆香的聲音呢 就代表OK 可以加材料去炒了 炒食材的時候 盡量都不用加太多油 因為當你炒臘味的時候 就會有足夠的油分釋放出來 如果你選擇的冬菇是比較厚肉的話 都建議大家可以把它們炒久一點 記得剛剛用來炒食材這個鍋 不要洗 可以把食物的油分和味道都保留在鍋裡 待會把糯米放進去炒 就可以吸收到多些香味 記得第一次把糯米放進鍋裡的時候 然後馬上加湯鑊 保持中火 先燙乾水分 其實整個炒糯米飯的過程不算複雜 只需要少少耐性 每一次逐少逐少加湯 見到飯吸乾了湯 然後再逐少逐少加 整個過程不斷地重複 維持大約十多至二十分鐘左右 似乎你炒多少飯 分量越多 時間需要當然就越多 所以如果第一次新手來說 我覺得炒一碗左右 就比較容易掌握了 生炒糯米飯的食譜 有些會選擇蒸熟糯米才炒 有些會像片段的生炒 對於新手來說 相信大家看完剛才的步驟 你們都可以做到零失敗 我對你們有信心的 你們兩個方法都可以試一下 看完之後是否覺得一點都不複雜 很有信心做到呢 如果你成功了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